哈喽节目们 这周六不是有场直播吗 北京这几天也天天下雨 所以我跟猫哥这两天就天天扎在我们这个工作室 紧锣密鼓的就开始收拾 加场地布置啥的 还挺忙活的 因为前几天发誓 我们不是答应给大家揪那个山深水乳吗 所以这几天我就额外的关注我的招呼后台 今天早上一睁眼 我就刷到了好几个粉丝姐妹给我发了一大段话 然后都是一个意思 我看了一下就是问我能不能帮助一位妈妈 这位妈妈就28周早产 生下了她的三胞胎宝宝 其中二宝还患有重病 然后她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可以帮她带孩子 她现在是一个人同时带三个宝宝 然后就挺难的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告诉猫哥了 我还说呢 如果我们这次直播在广东 就顺便还能抽空去她家里看看她 顺便核实一下 因为毕竟网络真真假假是吧 就是啊 我一天以为是忽悠你的呢 猫哥就觉得是骗子啥的 但是你们懂吗 就同为宝吗 有孩子的那种你就看不了这些 我就相信我的直觉 我觉得我就相信她 这周年也一直有很多热心的宝妈 就帮她出主意 让她多发点视频 增加热度什么的 但是她自己就热度一直没有起来 所以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 然后据我了解 也有很多大V找到她 想帮助她 但是都是有置换条件的 所以她现在已经不太相信任何人了 当不相约日子我给她留下我的联系方式什么的 也没有得到她的回复 你知道她家那三个孩子多大吗 跟咱大喵一样 都是二二年三月份出生的胡宝 也两岁多了 两岁五个月 就同为两个孩子的宝妈 我是真的看不了这些 所以我先给这个姐妹转了五千块钱 等后续她联系上我之后 我看能不能再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今天我坚持要发出这条视频的目的也很简单 不会炫耀 就是希望能凭借我个人的微博力量 看能不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位宝妈 能给她提供越来越多施责的帮助 能拉弹一把 因为她感觉快要碎掉了 还有如果那位宝妈能刷到我这条视频 我特别想告诉你 我这边什么也不需要你做 就希望你能为了三个孩子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你的背后真的有很多宝妈 很多好心人在默默地关注你 支持你 守护你 就我们为了孩子也得坚强 也希望你的三个宝宝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们下期见